我们来关心台南在中五个月底 发生一件严重重型案件 有一个19岁的女儿去让正人起床 在这个压坊里面 可以看到家海者还在旁边打雷梁 经历接到通报后 有来到11个家海者 其中7个人要未成年 最小的只有13岁而已 无情专案会已经发现 上海和红海自由顶多减 以致台南地检署和少年发展来心理 据了解 本案起因与朋友 兼多起的感情及金钱纠纷造成 引起嫌犯的人不满所导致 经过了解被害者是19岁的女儿 经历接到通报后 查到被害者总共11个 分别有4个生年 7个未生年 未生年的里面 最小限的是13岁的国中核生 专案以行法当中选拔 上海和红海自由顶多贤 分别以致台南地检署进班 和少年发展生理 打人变成是个玩笑 我们会觉得完了 这事情好像更大条了 当他不会回急的时候 我们至少心里面会对于 比较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会有同情心 看这个影片 其实心里面会产生很多焦虑 会对于下一代的焦虑是说 他们怎么了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 好像毫无忌惮地打人 未生年死刑或是白人的死刑 不惜传出 人本贪悲家庭殊死人役 外界更坏发现问题 青春期的孩子特别需要领动 好好到相关团队应该够了解 孩子的社交关系家庭总控 看到他们的诉求 才可以让孩子挠回来好好来 记者当房屋面交关带人报道